之前常跟委員去參加一些會看還有匯報活動 然後發現中正萬華區的年齡層都偏高 對,這個選區應該是台北八個選區裡面平均年齡最高的 常常有接到反應說家裡的長輩去大醫院 拿到處方簽以後回到自己家裡的社區要拿藥 結果拿不到藥 這其實是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因為如果長輩要再回去大醫院的話 可能要做特勞盾啊 或者是還要麻煩家人一起去 我知道這雖然不算在外交國防委員會的事情 但你還是好像有幫忙處理這方面的問題 不像之前的立法委員就說 嗯?我是外交國防,所以我就不處理這些 委員是怎麼處理這方面的事情呢? 其實在委員會裡面 當然我們直屬的委員會是外交國防委員會 但是作為區域立委我們要關心的更是我們所有的選區裡面 甚至於是一般民眾的民生的問題嘛 所以就像剛才才也講的 我們中生萬華長輩很多 這個上了年紀的長輩慢性病啦 或是一些醫療權利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定要關心的 那像剛剛講的這個事情就是 大醫院的藥局裡面 他藥的量當然是一定比較多嘛 那我們自己社區藥局的藥的量啊 包括資源也一定比不上大醫院 他的複色藥局 所以之前就的確會有很多長輩發生 像剛才才姐講的問題 就是他已經看完病了 他也知道要拿什麼藥 但是他在自己家旁邊的這些社區卻拿不到 那像這一種藥它是海外的製產 譬如說DOSABEN就是海外的 他們的工廠發生的什麼颱風嘛 那所以工廠發生問題 台灣很多國家都缺了這個藥 事實上像DOSABEN 或是說像有蠻多的藥 他除了處方簽上面的 講的這個藥以外 其實也可以用其他的學民藥 來去替代 就是說同樣成分的東西啦 台灣過去的這個規定 都是這個所有的處方簽 都乾的不可替代 所以即便你家旁邊的這個社區藥局 他其實是有一模一樣的藥 成分都一樣 只是名字不一樣 但是因為你蓋的不可替代 所以他還是拿不到啊 直接選區來講 中正區的長輩就還好 大醫院比較近 大醫院比較近 那如果南萬華的又沒有捷運 工廠還要轉 那所以你要長輩怎麼辦 他沒有藥的 他要到處去大醫院 那應該都屬慢性病的藥 是不能中斷對不對 對啊 所以其實這都是麻煩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雖然我是外交國防衛委員會 但是我們其實這個也召開了協調 就是要求衛福部 然後還有地方的醫院的代表 然後還有我們藥師的代表 社區藥局的代表 我們那個時候透過協調會呢 處理了三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層次當然是立即性的 解決這些社區藥局都缺藥的問題 所以也就是協調哪些大醫院 能夠儘快的這個釋出藥 給地方的這些藥局 那第二個就是說 除非有特殊的原因 要不然不能所有的這些處方簽 全部都蓋上不可替代 那尤其是這個藥已經在缺藥了 如果說他有一模一樣成分的這些藥 學民藥應該就是可以替代 就不能蓋這個不可替代的這個章 那這個其實是在總質詢的時候 我們也直接要求院長承諾 在這裡也因為院長過去也有醫生 所以我們也說有這個公開的這個機會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其實要想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是 對 尤其我自己在旁邊那邊 老大人要去便宜 就要坐公車 因為那裡很多是萬大線都還不通 還要搬車搬到大便宜去 再想辦法去拿油 這是很不方便 那第三個就是 除了立即性的處理 現在眼前的問題以外 當然就是未來的這個協調 這種缺藥的時候 藥品的這個界調的機制 因為我們總不能每一次 缺哪一個藥的時候 就來開這個協調會嘛 所以就是說 讓中央的這個相關部門 跟地方的相關部門 以及醫院跟藥主 這些相關的單位 都應該要能夠 有一個比較完善的協調機制 那能夠即時性的來處理 每一次的這種缺藥問題 雖然中正萬華的長輩是比較多 但其實這其實是處理了全台灣的長輩問題啦 所以以後長輩如果你發現 你某一個藥 你在你這個社區難不當 或是有缺藥的狀況 那但是你的藥單上面 卻尤其不可替代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想辦法跟醫院反應 也可以跟衛福部反應 因為這個事情其實經過我們的協調 以及諮詢 已經有獲得這個緩解跟處理 雖然林昌佐是屬於外交國防委員會 但因為不只是中正萬華區而已 用藥的問題影響的是整個台灣 林昌佐會持續維護大家的權益喔